在上任前的香港之行 今天再度成为焦点 先前新闻局曾经说明 吴敦毅是应邀赴港 研讨土石流防治 但是民进党立委 今天出示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 梁振英回复的电子邮件 强调吴敦毅根本就是 主动要求见面 目的是为了要向中国方面输成 而吴敦毅则说 他是主动联系 不是主动求见 民进党用词不当 15号大动作公布相关土石流防治资料 以及吴敦毅和梁振英往来的信函 博持民进党吴敦毅赴港 向大陆请示的指控 不过16号民进党马上反击 立委邱毅迎出是梁振英回复的电子邮件 证明吴敦毅是主动要求见梁振英的 他承认他9月5号在香港跟吴敦毅见面 但是他跟吴敦毅见面 适应吴敦毅的要求 换句话说 就是吴敦毅主动求见 要求吴敦毅讲清楚 马英九你或许也要再跟我们详细的说明一遍 否则民进党会定调这95事件 会是类似另外一个美国的尼克森的水门事件 一趟香港形成了政治剑靶 不过马总统曾经表示是他要求吴敦毅赴港 这也让吴良慧到底是谁主动谁被动 从而被拿来放大警示 并对民进党的强烈质疑 今天院长吴敦毅亲上火线为自己辩驳 之前我8月已经有跟他联系了 所以你要说我主动求见 我主动跟他联系是真的 求见我觉得用词恐怕不太好吧 因为也不是上下之分 都是朋友 主动澄清的吴敦毅对自己赴港被扭曲 城市向中国输成相当不以为然 也认为以立委的身份赴港 讨论土石流防治并无不妥 甚至澄清到最后 语气带着怒意 又民进党拿出他和中国密谈内容的证据 吴敦毅强势回应 不过周五立法院开议的总直询 民进党还是会继续追问 谢谢小朋友 请不吝点赞 谢谢小朋友